台湾的防疫表现受到世界的肯定 有外媒记者因为过往工作的关系 在过去的三个月内 分别在四个城市完成了四次的隔离 他称赞台湾的隔离检疫过程细致又有效率 也是为什么台湾的防疫会被赞扬 而为服务部长陈时中也自豪地说 台湾的隔离检疫措施相对人性化 这背后成功的关键也是因为国民水准高 连外国人也大赞台湾防疫表现 如今在获得外媒肯定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秦颖 以过去三个月里在四个城市 分别完成四次隔离 他说第一站在圣地牙戈 当地实行隔离并没有要求戴口罩 规范松散 北京即使要求在家 但没有再听到当局的关心 对他而言这可说是中国防疫的缩影 强制手段有效 但并非万无一失 第三个是在洛杉矶 虽然在机场量了体温 但资料却被遗漏 唯独台湾 从下飞机后 填资料必须证明自己的联络方式是有效的 接着直接去旅馆每天回报体温 旅馆的员工也会把餐点送到门外 检疫期间还能吃到顶台风 他说整个过程彻底且有效率 台湾尽管靠近中国 但确诊数却很少 也能正常生活 难怪防疫会被称赞 我们其实非常的得意的 或者我们自豪的 是我们国民的水准 在没有非常强势 非常暴力式的这样的一个法规 就能够达到很确实的隔离检疫 台湾防疫表现有目共睹 随着外媒视角传递到国际上 记者雁婷消遇至台北传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